全世界最神秘的十个考古发现 每一个都是一道门通向未知的领域 从古老的羊皮纸到天文奇观 还有无法辨识的古代文字 每一个都是无法理解的存在 今天世界之眼就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全世界最神秘的十个考古发现 哪些让你是学家 考古学家和冒险家们 为之着迷的迷之物 现在就开始看吧 第十名 波斯尼亚的巨石球 波斯尼亚的巨石球群 这些巨大的球形石头 分布在波斯尼亚的维索科山丘上 已经成为考古学界引人助胜 且争议不断的主题 这些巨大的石球 由波斯尼亚的研究员 赞米尔 奥斯曼纳及其 在2005年发现 这些球形石头的大小 从几英寸到超过十英尺直径不等 这些石球之所以特别 是因为它们巨大的体积和均匀的形状 它们是由一种名为安山岩的矿石雕刻而成 这种球形石头的精确形状 挑战了人们对古代文明能力的预设观念 一些热心者和奥斯曼纳及其本人提出 这些石球是古代文明的证据 具有先际的工程和聚合物技术的古老知识 然而 这些巨石球的独特之处 还在于围绕其解释的怀疑和争议 主流考古学家并不相信 这些石球是人类故意雕刻的 而是将它们的原形形状归因于自然地质过程 例如凝结作用 矿物质逐渐积聚在一个核心周围 增加这种神秘感的是 一些石球举称于宇宙现象相对应 奥斯曼纳及其提出 这些石球可能具有天文学上的意义 指向它们于星座的位置 虽然这种假设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和猜测 但在科学界 这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 波斯尼亚的这些巨石球 以其不寻常的大小 均匀性和有争议的起源 形成了一个谜团 挑战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引起了考古学界的严肃探讨和偶尔的娱乐 第九名伦敦锤 想想一下 你无意间发现了一把锤子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锤子 而是一个违背世间本质的谜团 欢迎来到伦敦锤的谜团 在1936年于德州伦敦发现 被包裹在一块四亿年前的岩石中 这看似普通的工具 挑战了地质学和历史的极限 这个引人注目的文物 拥有坚固的铁质锤头 搭配木质手柄 这种设计 我们在现代是再熟悉不过了 然而 它与众不同之处 在与其声称的年代 显示了比一般认知中 更早的高级工具 存在的可能性 在距离人类冶金技术 应该达到如此复杂水平的年代 数亿年之前的岩石中发现 伦敦锤已成为争议的象征 怀疑论者提出了频繁的解释 也许是最近一位矿工遗留下来的 或者是自然过程 导致了它被岩石包买 然而 反对意见挑战了确立的科学时间轴 主张这块岩石的年代 确实是古老的 伦敦锤 成为考古学和创造论者 圈子中争议的焦点 潜在地重新塑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除了它的外观和工艺之外 伦敦锤还是一个引发思考和辩论的催化剂 悬浮在地质时间中 它激起了兴奋 挑战了假设 并保持着好奇心的火焰 在考古学和无法解释的现象交织的领域中 持续燃烧 不论是真正的考古学一场 还是奇特的地质怪巧 伦敦锤都邀请我们至一定探索 交织在我们星球历史中的神秘之处 就连索尔自己 也可能对这个文物感到好奇 科索神秘文物 科索神秘文物在1961年成为焦点 当时三名岩石爱好者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恰附近的沙漠中 发现了一个与它们预期完全不同的物体 这个文物被包裹在一块类似蛋白石的岩石中 由于其看似超出自然的特性 引起了许多争议和猜测 乍一看 这个文物似乎是一个火花赛 是一个普通物品 没有太多的神秘感 然而 当考虑到它被发现的地质背景时 情况变得更加有趣 这个文物嵌入的岩石 可以追溯到松树级 一个距今530万至260万年的时期 这种时间上的不一致 挑战了对人类历史和技术发展的传统理解 这个文物本身是一个火花赛 具有不寻常的结构 包括一个类似磁器的绝缘体 包裹着金属核心 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被发现的岩层的地质年代表明 在传统认为 这种高度技术是缺席的时候 存在住先进的人类技术 有关这个文物的理论众说纷纭 每一种都为着各世代错误的发现 增添了神秘感 一些人提出这个文物是古代文明的证据 早于已知的人为历史 可能挑战了技术发展的线性进程 其他人提出了时间旅行的可能性 认为这个火花赛 可能是未来访客无意中留下的 怀疑者则主张这个文物 可能是在更近的时候掉进岩石裂缝中 解释了它在地质上古老地层中的存在 并指出缺乏周围考古背景或证据 来支持有关先进技术的主张 第七名 吉州石碟 1938年 在中国巴英昆拉山发现的吉州石碟 是一些最独特的古代文物之一 这些古老的一物成圆盘撞 直径约12英寸 中央有孔洞和向外螺旋的草纹 酷似古老的黑胶唱片 据说这些石碟 是在一个被归属为吉州人 或卓巴人的群体的洞穴中发现的 随着在这些石头表面上 发现了精致的刻痕 这些刻痕看起来像象性文字 据称讲述了卓巴人的故事 一个外星起源的民族 以及他们在地球上的坠毁 中国科学家松木无奈声称 已经解读了这些刻痕 尽管对它翻译的合法性存在怀疑 这些石碟的出土地点 位于一个偏远且崎岖的地区 这让人们对这些文物 如何来到这个偏远地点提出了疑问 卓巴人的叙述 被形容为一个矮小的外星种族 挑战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范式 怀疑论者认为石碟上的刻痕 可能是自然过程 或长时间的无益损害的结果 质疑其真实性 由于缺乏广泛接受的翻译 和这一发现的具争议性 这引发了考古学和科学界的辩论 如果卓巴人的叙述被接受 将重新定义 我们对人类起源 即与地球之外存在的生命互动的理解 然而 缺乏确凿的证据和争议性的翻译 使得许多人对极周石碟的 真实性和起源提出了疑问 第六名 菲斯圆盘 菲斯圆盘 一件古老世界中独特且神秘的文物 是对持续挑战我们对历史 理解的谜题的见证 这个圆盘于1908年 由意大利考古学家陆一级 佩尔尼耶在克里特岛上 古代米诺斯遗址菲斯的发掘中发现 该圆盘有约16厘米之径的陶土制成 两面均有螺旋状的硬刻符号 这个被称为菲斯圆盘的物品上 有241个象形文字 排列成一个螺旋图案 构成一种伤为破译的文字 这些符号描绘了各种动物 人类和抽象形状 它们的目的和含义仍然难以捉摸 这些符号的复杂性 以及缺乏相似的书写系统 挑战了我们对古代语言和沟通方法的理解 随着研究人员 努力解开菲斯圆盘的起源和用途之谜 它在古代菲斯宫殿的废墟中的发现 增添了复杂性 同时 由于缺乏相似的文物 或相互印证的证据 使学者们对该圆盘的文化背景和功能感到困惑 圆盘的材质组成是烧制的陶土 与米诺斯文明的常见做法一致 然而 这些符号的复杂性 和缺乏任何已知的平行书写系统 挑战了既定的规范 圆盘的独特性 引发了各种有关其用途的理论 从宗教或仪式性物品 到一种尚未解读的古代文字形式 对圆盘上符号的解码工作 已经进行了数十年 学者们之间尚未达成共识 缺乏双语文本或符号的解释关键 阻碍了解码的进展 使得这个圆盘成为古代世界中 最重要的未解之谜之一 第五名 龙哥龙哥木板 来自复活节岛的一组神秘文物 龙哥龙哥木板 静静地见证了人类历史中的 一个神秘章节 这些精雕细作的木板 在十九世纪末 由欧洲探险家发现 如今已成为一种古老文字的象征 至今仍然无法破译 龙哥龙哥这一术语 源于复活街岛的拉帕奴义语 该术语的确切含义仍然难以捉摸 正如这些木板整体的谜团一样 这些物件约有二十五块 其特点在于他们的独特之处 它们是小巧 扁平 长方形的木板 一面常常雕有复杂的字形和符号 而反面则通常留白 这些木板的历史充满住神秘 他们的发现 被归功于各种不同的来源 但广泛接受的是 首次记录到这些木板的是 是一位传教士尤金乌拉德 他声称在1864年 目击到岛民使用它们 然而 实际发现 这些木板的荣誉 归于法国海军军官长巴蒂斯特 杜门业于1872年 这些木板周围的谜团 是多方面的 雕刻在木头上的字形和符号 已经挑战了一个世纪以上的解读尝试 缺乏语境和极少书线尊文本 使得解锁这些名文中所隐藏的秘密 变得极具挑战性 这些木板发现于复活街岛的各处 主要是在洞穴中 如Ankatangarke和Anaokeke等地 这些地点 因及与岛上古老文化的孤立和联系 而引发了有关这些木板用途和意义的各种猜测 一些理论认为 它们可能用于宗教或仪式实践 而其他理论则提出了 与岛上社会结构或导航系统的联系 解读隆歌隆歌文字 被证明是一个艰巨的目标 尝试包括语言学 统计和比较方法 但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 学法基石 罗瑟塔石碑或类似的双语文本 仍然是理解这些字形中 所包含信息的一个重大障碍 第四名 铜卷轴 铜卷轴是一个迷人的古代衣物 它在死海古卷的叙述中展露头角 与其羊皮纸的同伴有着显着的区别 于1952年 在死海附近的库姆兰考古遗址 发现的这个铜卷轴 以其不同寻常的材质 和所宣称的神秘信息 使学者们感到困惑 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铜卷轴之名 源自其独特的组成 它是一卷薄薄的铜片 而不是通常用于 大多数古代卷轴的羊皮纸 或缩操纸 长约八英尺 这块金属表面 被西伯来文字刻上 形成了一份详细的藏宝清单 相信其中包含 有价值的圣殿文物 黄金和银 铜卷轴周围的 神秘感深深扎根于其独特的材质 和它所声称描述的宝藏的性质 铜卷轴的发现 是在库姆兰遗址的 三号洞穴中进行的 这是二十世纪中也发现的 死海古卷的一部分 死海古卷包含了各种犹太文本 可以追溯到第二升电视期 为我们提供了 对古代犹太教的宗教 和社会环境的独特见解 然而 铜卷轴因其金属组成 和引人入胜的宝藏目录 而脱颖而出 随着学者们 努力解开铜卷轴 真正用途和目的的谜团 与其他死海古卷的神学 和文学内容不同 这个金属遗物 更像一张宝藏地图 列出了具体位置 和价值的宝物数量 有关铜卷轴起源 和用途的理论众说纷纭 从时用到神秘 有些人甚至提出 它可能是一个藏宝的清单或指南 而其他人则提出一种 像指性或预言的解释 铜卷轴挑战了 对古代记录保存 和用于此类目的 材料的传统观念 尽管铜卷轴为 我们对死海古卷 和产生他们的社会的理解 增添了一层复杂性 但解读其真正目的 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它所描述的 宝藏墓路上未被发现 这使得这份信息 是基于历史现实 还是代表古代文化的象征 或猜测性的一部分的问题 更加令人心吃身亡 第三名 内布拉天空圆盘 内布拉天空圆盘 是一个古老的天体文物 于1999年 由寻宝者在德国内布拉附近的 齐格尔罗亚森林中发现 这个铜质的圆盘 超越了其物质性质 解开了过去的神秘 制作于约三斤六百年前的 青铜时代 内布拉天空盘 是一个直径约12英寸的 平面圆盘 由青铜制成 表面由一层发展了 千年的独特的绿色铜 其表面装饰着一个 复杂的黄金图案 代表着月亮 太阳 星星和卯星团等天体特征 圆盘上的两个金色弧 被认为像指着 太阳和月亮的不同阶段 内布拉天空盘的名称 源于其发现地点 凸显了与德国内部拉阵的联系 这一偶然的发现 发生在盗墓贼 在非法挖掘该地点时 偶然发现这一文物 随后的调查显示 这个圆盘 可能曾是一个更大的 仪式套装的一部分 为我们揭示了 创作者在天文和相指知识方面的 一些深刻意义 这个圆盘 在挑战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方面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它对天体的描绘 加上对卯星团的准确描绘 表明了青铜时代人们 对天文学的复杂理解 这违背了对早期社会原始 或缺乏科学知识的传统看法 围绕着这个圆盘的神秘 并不仅仅限于其对天体的描绘 其发现的环境 包括非法挖掘和随后的黑市交易 为其历史增添了一些复杂的层次 当局甘愈以收回这一文物 进行的调查 最终揭示了 它在文化和历史上的重要性 在文化和历史挑战方面 这个圆盘迫使我们重新考虑 对古代文明能力的假设 它作为一个有形的证明 证明了青铜时代文化的智慧 挑战了先入未主的观念 这一文物的重要性 在时间中回荡 邀请我们沉思 这古老的天体奇迹的青铜轮廓中 所蕴含的神秘 第二名乌尔贝剑 本来像是中土石剑 Middle Earth中的古老之剑 但乌尔贝剑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非常非常真实 这些乌尔贝剑是维京时代的文物 在考古发现的历史中拥有独特的地位 从欧洲各地的不同地点出土 这些剑已经成为工艺和神秘的标志 提供了一撇中世纪时期北欧人的物质文化 乌尔贝剑的历史 使于它们散落在与维京活动相关的考古遗址上 这些以优越品质而文明的剑经常被发现在 可以追溯到九至十一世纪的墓葬 墓穴和宝藏中 这些剑的名称来自于许多剑上发现的名文 带有独特的乌尔贝标记或其轻微遍体 这些剑背后的神秘之处 在于它们卓越的品质 以及它们生产的谜团 研究和冶金分析皆是 这些剑是用高品质的干锅钢制成的 这种材料以其强度和灵活性而文明 考虑到历史背景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维京时代已使用铁制武器为主 而乌尔贝舰所使用的先进钢铁制造极数 远远超越当时的水平 这种冶金组成 挑战了有关中世纪铁匠技术的传统叙述 它们生产中使用的干锅钢 通常被称为大马式隔钢 是在后来的几个世纪 才被认为发展起来的技术 这些乌尔贝舰上带有乌尔贝名文 同时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标准化 这表明了一个中央化的生产或品牌过程 显示了在这些武器的制造中 存在组织和商品化水平 因此 这些剑不仅反映出优越的工艺 还意味着维京时代的铁匠行业 存在复杂的经济和工业方面 尽管这些剑仍然有一些神秘之处 我们知道乌尔贝舰非常受欢迎 不仅因为它们的卓越品质 还因为握有这样一把剑 代表着卓越的武器技艺 成为维京时代卓越的象征 第一名 福克手稿 在神秘的考古文物中 最引人入胜的也是最酷炫的 那就是福克手稿 这是一本充满住未知内容的神秘书籍 是历史手稿领域中 最令人困惑的谜之一 该手稿以罕线的书商 威尔弗雷德 福克的名字命名 他于1912年购得这本神秘文献 这份手稿自其发现以来 一直未能被破译 并一直吸引着学者和爱好者的想象 这份手稿被认为是在十五世基初创建的 包含240页羊皮纸 上面填满了复杂的插图 和难以辨认的文字 使语言学分析变得困难 手稿上的文字 从左到右输写 呈现出结构化语言的特征 但至今未知 解读的努力都已失败告终 手稿的一大部分 致力于植物的绘制 这些插图描绘了各种植物 其中一些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 而其他一些则是奇幻的 与任何一植物种都不相符 这些根 叶和花朵的详细呈现 为手稿增添了一个植物的维度 而辨识这些植物 也便得具有挑战性 手稿的另一个突出主题 是天文和宇宙的异象 手稿的不同部分 描绘了太阳和月亮等天体 圆形图表或天文图 也相继呈现 此外 手稿还包括人物插图 通常展示他们 参与平反或无法解释的活动 手稿中 还有裸体人物浸泡在水中的插图 很可能只是在洗澡 连接的管道和管线的插图 有时与生物结构相似 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图像的折中混合 福克手稿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是其独特的书写系统 由于25到30个字符组成的文字 一直抵抗着所有翻译的常识 使密码学家 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束手无策 缺乏任何已知的关键或双语文本 使这一挑战更加困难 使手稿的内容 被锁在尚未突破的语言障碍后 针对福克手稿的谜题 已经有许多理论被提出 一些人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早期的密码学 或一种用于保护有价值知识的复杂密码 其他人则认为它可能是一份宗教或炼金书文本 由于其争议性的内容而保持着神秘感 尽管有这些推测 手稿的真实性质仍然笼罩在不确定之中 然而 这份手稿的酷炫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其内容上 还体现在其历史的迷人故事上 从默默无闻到备受瞩目 经历了不同收藏者的手中宛如一部神秘小说 这十大神秘考古发现 在这深邃的历史之中 每一个迷之物都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契机 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演变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便随时获得最新的世界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